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中国最西端的城市 有人说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 雪山 高原 沙漠 绿洲 你能想象到的壮美景观都能在这里找到 这里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是南疆最具维吾尔族风情的城市 彩色的木板 嬉戏的埃子 古城里悠闲自在的人们 让时光慢了下来 它是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称 独特的民族风情 文化艺术和建筑风格 为其增添老无穷的魅力 这里美食会脆 大街小巷 大小巴扎 随处可见当地的美食小吃 暮色降临 夜市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这里汇聚了喀什最有自信的美味 几乎囊括了人们对新疆美食的一切想象 看起来 我来エル 我来魚 我来 有几乎 座人 这里会有足够的 开门 你们 他们 当地 青年古城里充满了烟火气息 带给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味道 来到新疆 走进喀什 到夜晚的巴扎去寻找 去发现 赏心悦目的四季风起 味蕾绽放的飘香美味 洋溢在脸上的幸福 也许正式解开它是神秘西域风情 最欣喜的密码